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商务、政务、社交活动和日常生活中 她体现一个女人的文化内涵 审美修养和魅力韵味 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 首次在国际舞台上亮相 瞬间征服了全世界 众所周知 她的服饰、首包都是国产品牌 而首次亮相的成功 跟她良好的仪态、风度、气质 是分不开的 优雅的仪态是一种恒久的美丽 更是人际交往的通行政 让我们一起走进香港皇家优雅女子学堂 更好的掌握优雅仪态课程 用心修炼、用爱传承 我觉得优雅仪态不单只包括了神态和体态 她还体现着一个女人的生命的状态 都说女人像花 那么我们这个生命之花能绽放多久 完全由我们自己决定的 一切仪态来自爱 让灵魂主宰你的形体 优雅的仪态不是表面的姿态 而是我们最真实的素养 那上一集我们跟大家分享了 要想走出风度和气质 就一定要注意脚的这个部分 如何轻盈挺拔 如何更修长 那么接下来 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关于腰这个部分 我们经常听到说 站立的时候女人要挺胸 要收服 要提臀是不是 那么提臀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在教学的过程当中 经常会问到学员这个问题 然后很多学员给我的回复 就是说提臀呢 就是首先要把臀部夹紧 好的 那么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 走路的时候需不需要挺胸 收服和提臀呢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好 那我们这样子好吗 来各位呢 先把我们的臀部收紧 然后大家自己摸上去 臀部是很紧实的 然后我们往前走几步 来感受一下 好吗 来 大家站起来一起去体会一下 好 我相信有了这个体验的 各位 女性们会告诉我 怎么发现自己走路 突然间变得很僵硬了 是吗 所以说我们发现 任何事情 一定要通过实践去验证 是吗 好 那么如何找到 立腰和提臀的感觉呢 我觉得有一个方法是非常好的 就是在芭蕾当中的一个赞一位的一个练习 那我们知道芭蕾呢 是特别能体现女性气质的 但是如果让我们很多的在职女性去学芭蕾 可能很多人会抽不出这样的时间 那我们呢 就把芭蕾当中的一些元素提炼出来 让更多没有基础的学员 然后呢 我们能在短期内迅速的去提升气质 我相信是更多女性所想要的 对不对 那这也是我们优雅移态课程的一个特点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请林雪来做一个示范 好 来 首先呢 我们要找到一个地方叫命门的位置 那命门的位置在哪里呢 来 我们先找一下自己肚脐的位置 然后呢 正对后面 脊椎的后方 这个地方就是命门的位置了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采用这个芭蕾的战衣位的一个练习 我们的双脚向两侧打开 好 在座的朋友们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 这时候呢 我们的命门是不是有一种受力感呢 好 有些人可能感觉刚开始不是很强 那我们把脚来回到正常的站姿 来 体会一下 命门这个部位是不是不像刚才的受力感这么强了呢 那我们再来体会一次好不好 来 再次把脚打开成一字 好 再次去感受你命门这个位置 有没有一种受力感 我相信第二次呢 肯定会有更多的人 能找到这种受力感 假如说在座的朋友们 你第二次还找不到 那你可以在座第三次 第四次的体验 打开收回 那不断的体验当中 你会感受到这种腰部的变化 好 这时候呢 当我们的这个双脚打开的时候 我们说腰是有一种受力感的 我们说这个腰是立起来的 然后臀部呢 是自然的上翘的 臀部自然提起来的 好 然后呢 再把我们的腹部呢 微微收进去 那这种状态呢 我们走起路来才会好看 才会比较好看 那这样呢 就能找到这种立腰和提唇的感觉 好 那么一定要注意呢 不要塌腰 什么是塌腰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 你看 这时候灵血的腰是往下塌的 能感觉到这个人怎么样了 整个重心是往下的 有没有发现人也好像矮了几公分是吗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塌腰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首先呢 它会影响到下身 我们的臀部就很容易呢 怎么样 下垂 好 那我们再转过来正面看一下 那很多女性朋友呢 会有一个苦恼 就是说特别穿上紧身裤的时候 牛仔裤的时候 会发现这个胯的两边 有两块肉多出来 总觉得自己穿紧身裤不好看 因为你有这种苦恼吗 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 会导致你的身材是这样子的呢 是因为你站立的时候 就像我们灵血现在一样的 整个重心是往下的 当我们整个重心向下的时候 我们发现呢 我们的怎么样呢 整个人就慢慢会形成一种 离形的身材 所以呢 身材就是这样变形的 所以站立的时候呢 你的腰不能塌下去 那么来 我们把腰是要立起来向上的 那么立起来向上 第一个你会发现 怎么这个人马上高了 对不对 然后呢 也不会导致臀部下垂和腿变粗的 这种现象 所以说呢 良好的站姿 它是步态的基础 也是保持身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所以你要找到立腰和提臀的感觉 好 那我们找到了立腰提臀的感觉之后呢 我们来试一下走路的感觉 我们可以用一个叫做须部的练习 什么叫须部呢 来我们灵血侧面示范一下 好 我们先单脚站立 来单脚站立 好 这时候呢 我们的重心是在另外一条腿上面的 那么你在单脚站立的时候 要注意整个感觉呢 你的高度是跟双脚站立是一致的 来 没错 然后呢 千万不要是单脚站立的时候 整个人就垮下去了 你看 是吗 好 所以说呢 单脚站立的时候 我们的重心还是往上的 这个第一个感觉很重要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找一找什么呢 这个一个方法 就是帮助大家找到走路的时候 我们发现有些人模特走路 他的腰一个很柔软 第二个呢 他是很有韵律的 是吗 走路的时候 好 那么如果找到这种韵律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种须部的方法来练习 那大家呢 可以像灵血一样 现在双手呢 是扶着我们的腰后面这个部分 好 那我们正面转过来 我们去做一个示范 好 那我们抬一条腿感觉一下 那么当你抬一条腿走的时候呢 你的整个腰胯是往上的 我们感觉一下 你卖哪一个条腿 然后你的整个腰胯就是向上的 好 那我们现在卖左腿 左腿的腰胯感觉中心是向上的 好 卖右腿 右边的腰胯感觉是向上的 对 然后呢 这样走起路来的时候 你的腰整个身体的感觉是非常的有弹性的啊 卖哪一条腿 哪个腰胯就往上走 好 我们转过来看一下 嗯 好的 来 现在是卖右腿 对我们感觉一下 好 你这边右边腰胯是向上提的 好 卖左腿 左边腰胯向上提 然后走路呢 就会有一种整个人是向上的 这种很有韵律的感觉 啊 能感觉到吗 好 OK 呃 如果你能自己找到这种感觉 当然是最好 如果找不到 欢迎呢 也进入我们的学堂 跟着老师啊 去找到这种身体的细微的一种变化 好 这个是说走路的时候 整个腰是要往上的一种感觉 那么还有刚才我们说到了 走路的时候呢 还要怎么样 婀娜多姿 是吗 就像风吹洋柳般的这种感觉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女人的腰呢 就是我们俗话说 是少女和大妈的一个什么 分髓领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呃 当女性到了一定的年龄 如果这个腰开始呃 发福 开始僵硬的时候呢 那女人的魅力呢 就会大打折扣了 好 那我们经常听到一些关于腰的形容词 比如说呃 叫羊柳吸腰 还有水蛇腰 但是各位有没有听说过 叫足感吸腰的呢 我相信是没有的是吗 就是说 女人的腰既要细 还要怎么样呢 还要柔软 对不对 好 那么 所以要走出这个风度和气质呢 那么这个腰的部分呢 我们一定要找到这种感觉 那么接下来呢 就请出我们的助教老师 玉华来做一个示范 嗯 好的 那各位的呃 女性朋友们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哈 我们特别是吃完晚饭之后 不要就要这么松懈的 坐在椅子上 所以呢 来 大家站起来 跟着我们一起来做一些 适当的腰部的练习啊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先做一个 转圈的一个练习啊 好 来 对 前后左右 就像这样呼拉圈一样 那大家平时呢 可以怎么样呢 边看电视边做这样的练习 都是非常好的 好 那么还可以做一个八字 啊 画一个八字的一个练习啊 来 画一个八字 应该是横着画八字的感觉啊 好 加强呢 这种腰的灵活 嗯 横八的一个感觉 对 好 那么还可以做一个呢 是左右百块的一个练习 我们来看一下 嗯 这个动作 其实非常的简单啊 所以呢 大家可以运用呢 边看电视的时间呢 我们边去做这样的练习 那做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呢 呃 另外一条腿的膝盖 一定要蹬直啊 对 养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习惯 那我们在我们走路的时候呢 才会养成膝盖蹬直 这种挺拔相伤的感觉啊 好的 好 那我们看一下白天的步态 那更需要一种挺拔向上 端庄大方的感觉 然后呢 腰部呢 不需要太多的摆动 整体感觉是端庄和大方的 好 那晚上呢 很多女性会参加一些宴会和派对 然后呢 穿上一些更显示女性身材的一些礼服 好 那么走路的时候呢 可以呢 适当的有一些腰胯的摆动 让我们呢 看上去更加的柔软 更有女人的味道 好 那今天这个环节呢 我们就给大家示范到这里 谢谢 Stück 郑长 都 AS facing 雁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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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